台积电水车到六堵进水场 透过消防车加压把水注入朝昌 另外由国防部资源的水车 也在金融旅中前进行装水 由于金融水情持续紧绷 在立法人蔡世英协调下 包括国防部及台积电都派出水车到基隆 协助资源高地社区供水 我想这几天还是天气非常的晴朗 所以我们金融的水情仍然非常严峻 那在过程当中我们很感谢国防部 我们也跟国防部反映过这个事情 所以国防部跟经济部有做这样的横向的协调 所以在昨天的时候已经先来基隆 做一个现场地的会攀 那我办公室也有陪同去看 那今天脚上军方的已经先进驻了 那下午的时候军方的水车将会来到基隆 那总共有50台的水车 在基隆的信义区跟中正区 比较缺水的高地地区 会来做这样的一个资源 那首先第一个站会从基隆旅中这边开始 那我想主要就是赶快的 把这些相关的需要用水的区域 都把它准备完毕 让我们军方来支援这样的一个民间 那除此之外 我也非常感谢我们台积电公司 他也支援他们的水车来到了基隆 那这几个部分 我有特别来要求他们说 也把注意 就是在我们整个中正信义最大的水塔 就是在这个和风街那边的大型水塔 如果可以的话把水灌进去 让我们的一般的租户可以尽量的减少提水的辛苦 从今天开始中午12点就是任务赋予 国军他会调派40步这个抽水之后来协助 来去载水运补 那从今天开始运 那我们主要的运补的地点呢 就是等等就是以江山 荔井江山 因为这个地方相对而言 地势是最高的 水压最不足的地方 所以国军会这边是全力 协助台湾资亥水公司 来去做这个水车运补的工作 台积电为了散尽企业CSR这个责任 所以他们也听到基隆这个现在供水吃紧 所以台积电也特别 把他的厂商来协助我们经济部 来去做水车载印的事项 现在目前这个地方主要就是直接把那个水 我们就是在这个自来水 就是自来水清水 直接注入到水塔里面 注入水塔以后 那住户就是直接就可以便利 就直接取用 不需要再去经过这个过滤 这样是对当地的居民的冲击影响是最小 据了解台积电的水车 主要将水运送到八楼子山庄 随时住满两万八千吨的配水池 以提供周边用水 国防部的水车则会将水运送到 包括微笑台北 离井江山 及早安国阳等深溪路 到新丰建一带的高地社区 水车支援措施也将持续到基隆缺水情况和缓为止 接着张旗潘 金融报道